你是坐在車子裡面 沒有駕駛員喔 所以AI在幫你駕車喔 你在車子裡面看外面的景象 車子在移動 旁邊有人自駕車子就覺得說 我要慢下來了 好 自駕車的AI的頭腦它想 有車子在旁邊 我們要稍微轉彎 也有來車 我要避開來車 好 在十字路口呢 就要等一下 看一看 判斷一下 有沒有別的車子要來 才前進 這個駕車不是人的駕車喔 是AI在做判斷喔 你看看 這邊有車子停了 它就慢下來 做一下判斷 想一想該怎麼辦 好 OK沒有來車了 又來車了 它就速度慢一點 再回來 黃線以內 這是AI做的判斷 OK 好嗎 AI決定 AI決定跨越黃線 違反交通規則 那是AI做的決定喔 不是人坐在車子裡 在犯交通規則喔 不是人喔 是AI犯交通規則喔 所以AI也會做判斷 我在這個狀況之下 可不可以去犯交通規則 可不可以去超越黃線 這是個AI做的決定喔 這是個真實的狀況喔 沒有人告訴這個車子該怎麼開喔 要不要違反交通規則 是AI做決定的 所以自駕車 有些人說啊永遠不會來的啦 各位已經來了 已經在現實的生活裡面了 AI已經來了 自駕車已經來了 這是個真實的影片 車輛車輛送食物 好 這另外一個影片呢 我們來看 每天我們人們的生活 都有很多 你能夠做到嗎 可能我能夠做到嗎 AI幫助你 的生活 或是 你能夠做到 你的服務 可以來自於另外一個人 或者是你的服務 可以來自於AI 在我們的公司呢 我們為大家提供的是一個 AI自駕的車 沒有人在開這台車 這台的送貨的車 沒有人駕駛的喔 這是我投資的公司 好 送貨的AI車子 來到了你家裡的 非常輕巧 小的車輛 好 送貨到了你家 你打開車子 可以送給你 你的 點的餐 超級市場買的東西 都可以裝進去啊 你看看 小巧玲瓏 AI車 自駕車 所以 你要運送貨品的話 在美國送一趟 要5塊美金 你用這台車子 送貨的話 只要花 0.27美元 不要花5塊美金喔 你只要花0.27美元 又安全 又有效率 所以送貨 也在發生變革 也在發生革命了 所以這家公司是我們 我的軟銀的基金投資的 世界正在改變 我們的投資也正在改變世界 這是我們投資的公司 他們都是用AI的策略 Softbank我們的集團 現在呢 投資的都是每一個領域裡面的 Number One 我們帶給世界的是AI的革命 工業革命過了 洛克菲勒的這些人呢 他們造就了工業革命 現在呢 是AI的企業家了 你現在要當企業家 你要投資的是AI 你要創造的公司是AI 各位 這些就是AI的企業家 他們正在改變世界 就如同愛迪森改變的世界一樣 畫面上的這些都是AI的企業家 創業家